頒獎 頒獎 首先表揚行政院農委會辦理106年全國十大基優農業農銷班 產銷班評選十四計畫本市獲獎的兩個產銷班 首先是榮獲106年全國十大基優農業產銷班的是新社區花卉產銷班第七班 請班長亮明黑先生代表領獎 接下來是榮獲106年全國優良農業產銷班的是厚禮區蔬菜產銷班第六班 請班長陳嘉輝先生代表領獎 接下來表揚勞動部選拔105年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的人員及人員 本府獲獎的基優事業單位以及人員 首先優良單位的部分獲得五星獎的是台中榮民總醫院 請院長許惠恆先生上台受獎 優良單位獎共有四個單位 首先是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一場區 請處長蔡坤基先生上台受獎 優良單位獎 優良單位獎 大銀維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請助理總經理陳燦林先生上台受獎 優良單位獎 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40一場 請廠長黃俊豪先生上台受獎 優良單位獎 見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請經理蔡杜正先生上台受獎 個人獎的部分有兩位 第一位優良人員攻擊獎 是洪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課長 吳慧欣女士 優良人員攻擊獎 性頂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烏日場安慰組長林貴欣先生 我們請以上的受獎人一同上台 並且請勞工局黃局長一同上台合影 我們期望這些獲獎的單位以及人員 都能作為台中市事業單位的表率 繼續不斷地為職場安全以及健康克盡心力 讓我們的勞工都能夠在安全的環境下工作 將職業傷害降到最低 接下來感謝雇主鼓勵所屬移工參與勞工局主辦的 106年第二屆中台灣國際移工球類競賽本市的21家事業單位 首先是成朗新業有限公司 請業務員林喬威先生代表您獎 接下來是聖傑機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請經理彭天誠先生上台受獎 紅宇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請負責人雕宇洪先生上台女士上台受獎 協順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陳啟聰先生 請上台受獎 天誠鍛造股份有限公司 請特助劉協書先生上台受獎 靜太新企業有限公司 請會計林毅如小姐上台受獎 靜蓉鋼鐵成型有限公司 請執行總長蔡清忠先生上台受獎 佳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請主任黃品翰先生上台受獎 高頂經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高頂經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請組長 張宥靜女士上台受獎 台灣佳能股份有限公司 請翻譯員阮中德先生上台受獎 建頂上光股份有限公司 建頂上光股份有限公司 請副廠長林展傑先生上台受獎 建頂上光股份有限公司 請副廠長林展傑先生上台受獎 最後一位是細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請經理郭伯華女士上台受獎 我們請受獎者以及勞工局 黃局長一同上台與市長合影 感謝事業單位的雇主們都能夠鼓勵所屬的移工來參與本市的各項球類活動 接下來表揚106年度台中市推動性別平等創新計畫獲獎的機關 首先第一名是社會局 請陳副局長上台受獎 社會局的得獎計畫是社區保姆劇團 寶爸劇團 另外可以發給獎金1萬元 第二名是教育局 請彭局長上台受獎 教育局的得獎計畫是性別友善球場實施計畫 可以獲得獎金8000元 第三名是環境保護局 請白局長上台受獎 黃寶直的得獎計畫是106年清潔隊臨時人員 徵選落實性 可以獲得獎金6000元 我們請三位局長一同上台 市長合影 獻獎 本府榮獲106年度行政院所屬及地方主管機關推動員工協助方案成效率的評估獲得地方行政組特優獎 請主辦機關人事處陳處長 將獎座呈現給市長 第二個獎項是本府榮獲遠見雜誌2017第15屆遠見五星服務獎 1999便民專線類的首獎 請主辦機關研考會劉主任委員 將獎座呈現給市長 頒獎到此結束 研考會報告 今天12月18日 召開第321次市政會議 首先報告出席情形 應道人數69人 食道人數67人 中郭副秘書長公差 府會聯絡小組王顧問致議會 秘書處處長公差 由黃主任秘書代理出席 社會局局長致議會協調預算 由陳副局長代理出席 文化局 新聞局局長公差 由林主任秘書代理出席 清水區區長公駕 由陳主任秘書代理出席 以上恭請市長主持會議 好 各位同仁 今天這個 市政會議 特別有氣質 這個 剛剛得獎的 我們的農友 送給大家 這個是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 文新蘭 文新蘭 產量最大的地方 在台灣的哪裡 台中 很多人不清楚 這個是我們明年台中世界花博博覽會 主打的花 這個 我們上次去歐洲 日本都有在 推銷 這個 外國人也很喜歡 這個 用英文叫做Dancing Lady 或Dancing Girl 他那個造型 真的像一個人在跳舞 你看一下那個 花瓣 就是一個 婆娑其舞的 女性 看你是要做女 女士或女孩都可以 那 今天 剛剛也 表揚 這個相當多的 這些受講者 其中 我們 台中市 政府 這個 得到 這個 三連霸 遠見服務業大調查 這是我們的1999 便民服務專線 這個 基本上 每一個 化物人員 過去叫接線生 我們把它有一個專屬的名詞 叫化物人員 其實就是我們 可以說一個這麼龐大的市政府 具體而為的 一個 代表 或者是市長 的分身 所以怎麼樣讓這個 運作的好 其實 就像我們 一個人的 眼睛跟耳朵 那 要 耳聰目鳴 我們才能夠 這個 能夠 這個 就是 不只是說了解環境 而且去 做一些最好的回應 那今天的 市政會議 我們特別安排 這個 研考會的這個報告 叫做 市政府在升級 達正1999 三連霸 其實這是神秘課調查 就是說 遠見在這方面 把它視為服務業的奧斯卡獎 就是 他是 持續在做 而且 透過各種 所謂的奧客 有時候會去 神秘 課的拜訪 或者是刁難 來看你的這個 客服做的怎麼樣 那一般是 企業界都很重視 其實政府 因為也不會倒 所以一般也不太重視 這個 民怨 所以這個客服 其實是企業 他了解問題 提早去應應 非常重要的訊息 所以你不要把它當成說 不耐煩 怎麼一大堆抱怨 當他不抱怨 的時候他就選擇了其他的產品 因為市場競爭 你的公司業績就越來越差 那政府雖然是公民獨棋 表面上不會倒 但市場要連任 政黨競爭 會不會輪替 而且說實在 政府 或政治人物存在的 這個目的也不只是 執政 其實最重要的是受得肯定 如果你做得好出去 大家都跟你肯定對不對 那種成就感 絕對不是說鐵飯碗 跟你保障 這樣的一個工作 而是呢 能不能透過 人在公門好修行 來贏得社會的尊敬 這個成就感讓你一天24小時 都覺得很有存在意義 很快樂 如果你只是為了 就是說混飯吃 那 對啦 沒有辦法把你解職 可是 你也可能會出去被唾棄 所以要一項事情 要做好 做好受人尊敬 人生害害 爹爹 要做就做好 不算做太多事情 但是我們自己負責的是 一定要用這樣的敬業精神 其實成功的企業家 也絕對不是為了 市場上的價格競爭 他提供的其實 超乎價格的一種價值 甚至消費者 因為使用你的產品 而得到了喜悅 那個無形的價值 甚於有形價格上的競爭 那 因此我看到這個 今天的報告 我想當然其中有很多的道理 那最主要還是要向 民間來學習 向這些企業跟一些民間的機構 來學習 怎麼樣做好 對 服務 那麼 這裡面 我看的報告裡面 也相當清楚 基本上我秉持一個理念就是說 我們要把這些化物人員 當作我們市府的同仁 而且要很 了解跟尊重他們 好的一個角色 也因此呢 才能夠優化這個服務的品質 尤其是降低這個流動率 然後讓市民可以滿意 那這個部分 從我上任之後就繼續推動 把化物人員改為市府自聘 從這個中華電信的派遣工 改為市府的員工 這個觀念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怎麼對他 他就怎麼對你 你對他不好他也對 打電話人不好 任何事情 他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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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唷 沒有 這個事情 他就說 你還有一些 其他的資訊 我幫你提供 你可以去 去申請 他就說 一句話 他要說 他哪一邊去 所以我意思是說 要有同理心 不要本位主義 我們自己 好像就是 官大學問大 什麼事情都要指揮別人 也 不為 幫忙的人來 想 所以要意味思考 所以我講的服務領導 其實這個道理 就這樣 我們說 這個 市長來服務 我們的市府同 我們的市府同 才會服務市民 變成一個大的 團體 不管政府 企業或家庭 有一個人 沒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沒有一個人 這個樣子 大家就團結一心 為這個團體 來 這一個 努力 即使一個小的角色 他 一個螺絲 他如果鬆了 這會影響整個大的機器的運作 那麼 所以我們也不斷的精進 甚至 在組織上成立了化物管理組 拿來專責這1999的化物中心 那對他們的 這一些工作環境 不管是 做一個市府的員工證 或者是實質上的這些 工作上的設備的提升 那環境的一個改善 都是讓他們有感 也因此我們看到的離職率 大大的下降 從6.57% 下降到1.8% 以前你要留他他還不走 你現在要趕他他還賴著不走 這就很明顯的一個差別 變化 然後各種的服務也得到市民的讚許 比如說 從改為約聘前 每月120件的讚許 現在他平均到149件 那這一次我想得到 台灣服務業奧斯卡獎 是全國唯一連續三年 得到首獎的公務機關 這一點我也是有特別指示 這一個我們的研考會 要來獎勵 這一些發務人員 那講這個 要用其他的經費 我覺得還不夠意思 要用市長的 特資會 來發獎金 他才會覺得這是額外 這是我們對的感謝 好 那今天我們很重要 我們也請來了 同樣有得獎的兩大民間的單位 也得到服務的冠軍 那麼一個是在 百貨業方面 就是我們今天也到場的 我們邀請了待會一起來 幫我們指導的 中有百貨 那大家看到我們掌聲歡迎一下 張光貝董事長 他會覺得 我好像兩邊 各做了一個 好像雙胞胎一樣 嚇壁 光貝兄跟光瑤副市長 是真的兄弟 這個畫面很難得 是來是來 這沒有故意的 這挑戰安排 這個是 百貨業的競爭是非常激烈 跟全臺24家百貨 和購物中心 競爭 可以得到百貨業服務第一 這個 榮譽 真的真的不簡單 我們都在哪裡 是不是他們的便室 創作說什麼 五星旗 我心不自然 另外就是我們在醫療 方面 有這個醫療院所業的服務冠軍 我們是邀請中國醫藥大學 副射醫院 這個是由我們的 待會會到 因為現在還在開刀 這個周德陽院長 他是這個 可以說是 全國被列為神經外科醫學會 他是被列為這個神經外科的 可以說是專家 被推薦為百大名醫 那他待會會開刀完 會趕過來跟大家分享 那麼另外呢 我們當然也必須要讓我們的 化物人員來現身說法 我們也邀請了李家俊 我們的同仁 在化物中心的第一線的 同仁 有來嗎 在這裡 先來歡迎一下 他大夜班 這樣 抱歉 如果需要加薪 我們就要好好照顧 夜班很辛苦 另外一個江品會 我們的化物中心的管理都大 也有來 好 待會兒他們來講 你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提出建議 和要求 我可能不一定都知道 就是 那麼在進入報告這個之前 我再講一下 最近的一些市政的推動 因為上兩週都在市議會總執行 就停了市政會議 今天其實也要進議會 待會兒有一些局處長也會提早進去 因為接下來這個二讀 總預算的審查 那麼 首先我想花點時間講一下就是 我想在 最近以來 昨天的這個 有民間發起的反空屋抗軟化的遊行 就是引起各界的注意 我也去參與 那不只是市長的身份 以一個公民 尤其是兩個孩子的父親 跟我太太去參加這個遊行 那希望喚起更多的人 一起來改善空屋 因為我們呼吸的是一樣的空氣 那也經過市府這三年來的努力 現在社會更覺醒 那中央跟地方 政府 大家攜手 希望能夠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這問題當然是長期累積 而且各方的因素所造成 不過政府 的角色 就是面對問題來解決它 沒有惡化 但是也要讓大家了解 問題 的一個 就是說 原因 那麼解決問題也需要大家一起幫忙 因為空屋有各種的污染源 三大污染源 然後我們也因應的成立了空屋減量小組 我親自主持 那這個在全台灣也是 率先這樣做 那86項的減量措施 很具體 那19樣是全國首創 現在甚至被中央採納 推廣到全台灣的也有 那其中一個甚至受到 這次發起 1217有行的 葉寬彭醫師公開的肯定 市府是第一個主動 制定 這個深媒管制制度條例 的地方證 那麼 這個中興大學的 莊秉潔教授 一再肯定市府 就是除了台電中火 這一個大的污染源 其實固定污染源裡面更大的比例 如果是以台電中火是 這個佔全部污染源的9% 那麼其他的 企業工廠加起來的 污染尤其是鍋爐所產生的污染 佔38% 好 所以鍋爐的我們的這個 轉化能燃料的政策 就從重油跟煤要轉成天然劑 這個在這三年來已經實施 而且有出具成效 所以不斷的被提到更肯定 然後現在中央也跟進全國推動 那我們看到大家跟進來了 我們再往前跑 所以這一次我們就宣布了 對於鍋爐的政策 還是一樣 管制跟補助 這個酸管齊下 也就是棒棍之外也要胡蘿蔔 那對於這個 我們原來的管制跟補助是 主要是針對 這個 兩噸以上的鍋爐 那這個部分我們現在擴集到兩噸以下 那補助無上限 然後要求 前50大的固定污染源 要限期 這個改變 他們的這個 就是排放標準 要加鹽 那要用 所謂B.A.C.T 我想這個英文 我猜啦 因為我們環保局給我這個專業名字給我中文 叫最佳可行 控制技術 應該是Best Available Control Technology 類似這樣 你給我考慮 我常記者給我問 我吐吐吐吐吐 這不知道要說什麼 只好說中文 這個不得了的事情 這個除了我們剛剛講 兩噸以下的這一個管制跟補助以外 這個前50大的固定污染源 比環環要求的前30大 減兩成我們減了更多 減9成9 的污染 的排放量 那你說那麼神奇 就是這麼神奇 因為它燃重油所產生的污染 除了不划算 長期成本比較高以外 最主要就是說 它是產生的這個 我們現在大概固定污染源 89%都是 這50家產生的 其中他們81%是沒有裝 B.A.C.T. 這現在要求裝之後 它改善99% 你知道嗎 等於台中的整個 這一個排放的污染 包括固定移動跟液散 35% 也就三分之一強 這鐵要把它蓋下去 這個明年底 台中的空污改善3成5 但是因為中央法令以前沒有那麼嚴 我們來自己訂 我相信中央未來也會跟進 所以這是我們都一定的引領時代 我要請環保局跟新聞局好好的做 單單這樣不只是深媒管制條例針對中火 我們這個鍋爐的這個政策 也是造成的貢獻大於中火 是不得了的這個進展 我舉這個例子是 社會 關切這個空污的問題 我們走在前面 那但是現在很多政治人物也進來關係 我們要歡迎他們 只是要告訴他們正確的資訊 大家一起來防止空污 所以昨天的遊行 藍綠都有 然後你看 各個族群 年齡性別也都有 這個是 是代表社會的共識 那地方政府我們過去獨當一面 可以說是 應該講說 我們過去就是說 承受的不可承受的重 因為很多不是我們 我們造成也不是我們能夠 改變的 可是我們就是要代表人民 發聲 然後現在中央也聽到了 社會各界也支持 這個時候 減媒減排 就變成很好推了 你不只是中火 像中榮 像封星 像陣榮 這個都在解決中 這不會因為最近抗議我們在解決 我意思說這些都是我們具體在做 那應該讓社會了解 尤其少數的批評者 一直誤用舊的錯誤的資料 也要適時的澄清 這些講下去太多了 我就不仔細講 那麼 昨天在遊行完之後 因為 我先前也跟行政院長 賴院長有反應 他也召集過跨部會的協調會 除了支持我們市府 對中火減媒兩層 四 而且呢 同意讓這個 藍氣機組 兩座 可以取代四座的藍煤機組 那 提早從2025年到2023年來完成 那麼 現在隨著 社會的關心 中央政府的重視 那我們 我們 因為我本身也是中部區域聯合治理的 發言人 代表去出席行政院會 那麼我們 我們已經正式要 安排 中章頭苗再加 雲林跟嘉義縣市的首長 來開會 會整中部七縣市 對於 防治空污的 政策 那麼我在行政院會 會代表發言 那麼請我們 這個 相關同仁 已經在進行聯絡 也就是我們中部區縣市 大家一起一致的意見 以及個別的主張 我將會承擔起發言人的角色 來跟中央反映 在中央這個很關鍵時刻 要修改空污法 以及要重新分配空污基金 還有諸多的政策 包括14N的政策 這個時候就是 我們區域聯合治理要上場 所以你看我們一開始是孤軍奮戰 那時候很多人 還不了解甚至不重視這個問題 就是去年520之前的中央政府 根本就不理我們 我們真的很辛苦 現在中央政府要理我們了 我們就必須要善用名氣 然後讓中央能夠徹底來 面對跟解決這個問題 那麼 現在呢 這個在野黨也關心了 他們本來是執政黨 現在並在野黨開始關心了 我們歡迎他加入 然後地方首長不分黨派的 因為我們呼吸是一樣的空氣 不分藍綠 不會因為藍的吸的比較 多綠的吸的比較少 反之亦然 既然如此這個問題是全民運動 絕對不能夠成為 個別候選人 或政黨的 這一個選舉運動 這個是成敗的關鍵 那麼也因為這個樣子 我們中部區縣市 因為本來就這個區域治理的平台 我們要利用這個平台 來形成跟中央的對話 所以盡快安排 那麼邀請 那麼 這個 說實在 市民的恐慌 有一些是真的 他感受空氣有時候不好 但是 找到原因 以及對策 然後徹底來解決 是我們市府的一個責任 現在就是說 到底現況是什麼 我們這三年來努力 成果如何 我相信數字 會說話 經過這三年來努力 台東市 我們的這個 以這個 全年來講 我們的空污的這個 所謂PM2.5的濃度 從這個 這個 年平均是27 維克每立方米 已經下降到 到目前今年為止 應該是25維克左右 這離我們關鍵8維克 還有5維克 要來更加的努力 那麼 指報的天數 這用一字標準 就是以PM2.5 71維克 這天數從 這個 78天 降到69天 降到50天 降到今年到目前為止 20天左右 所以你看 從昨天遊行到今天 整個台中的天氣 都是台灣最好 為什麼 因為有境外污染源 它從北部這樣下來 所以今天的金馬是最不好 因為離中國大陸太近 那為什麼到了這個 境外污染源 到了台灣之後 到台中會比較嚴重 是因為地形 還有整個造成風速會變慢 然後剛好到台中盆地就沉下來 所以整個氣候 其實跟地形是很有關係 那我也跟大家講說 我們以單月來講 今年10月份 沒有一天止報 是從有這一個監測資料 就是民國100年以來 是最好 結果11月剛出來的數字 我們 的均值 16.3維克每立方 也是歷史破紀錄 大家想說有嗎 因為人 他有時候選擇性的認知 有一天不好你就感受很不好 可是好的天數你就覺得比較自然 所以這個都是數字會做 這是公開的監測資料 這是環保署的 所以這個應該是要讓大家知道 所以以後我是建議說環保局 怎麼樣能夠跟新聞局合作 甚至影響中央 每一天都把它公佈全國的 那可能就是一個月裡面就是 絕大多數都好的嘛 那你就不會只有不好才公佈 就提醒你很不好 每一次一公佈就是不好 那好的時候也要公佈 這樣的話大家就知道 大概是什麼樣的情況 然後我們怎麼樣來做得更好 那另外除了這個之外 當然我們有很多的創舉是全國第一 像露天稻草燃燒 我們現在台東市的外埔綠能生態園區 就是用了這個稻桿 處於雙核心技術發電的 這樣的一個全國最大的綠能發電廠 那它 以去年我們正是明年才好 現在在興建 去年的全國稻草露天燃燒的面積 一萬三千零一公頃 就前年 那去年減少了兩千七百六十一公頃 你們知道台中市 單單就減少了一千零一十三公頃面積 要跟一半是台中減少的 全國稻草第一 這個都是這個 行政院農委會的統計 我們是有在努力 其他有一些像 水南中央公園 我們這個太陽能發電 188萬度 以這個綠能發電來自給自足 這個都是很清楚的 這些最近的一個數字 那麼 其他的很關鍵 其實是 綠電的提供 我們如果捷運好之後 包括綠色交通 的一個 就能夠有大眾運輸系統 然後Mr. B&B 把它落實 我有一個期待 就是我們的大眾運輸 的這個搭乘率 能夠從現在一層提高到兩層 我要設定目標 讓你們去想辦法轉層 然後中央現在有綠色交通計畫給我們補助 第一期就五一五 比如說我們的十公里免費公車 是不是要做一些調整 你有搭捷運 或者是鐵路的 你來轉乘的 我給你優惠更大 不要說十公里免費 二十公里免費都可以 你就有誘因 鼓勵他轉換交通工具 你搭了捷運 下捷運你要有 要有i-bike可以騎 要有這個 停車場 要有公車可以坐 徹底去體檢一次 我們自己去走走看 把沿線就像一個魚骨頭 有這個 魚骨有魚刺 好好的讓它串聯到其他地方 捷運綠線 會成為 就是 減少空污的 靈丹廟藥 所以我們現在回來看 當時在通過前瞻基礎建設的時候 有 反對黨無理的反對 台東是 三位 國民黨籍的立委 竟然公然反對台中 發展捷運 藍線是我們救下來了 綠線延伸到彰化 還有大台東三手線通過 還好 現在應該再去問問看他們 還好我們當時支持全力 推過了 這人在做天在看 不要為反對而反對 對地方好的事情 政府就不會負責還反對 真的 當時他們說這個 會變成蚊子 捷運 說大台東三手線有什麼用 現在 就變成重視空污 差不到半年的時間 所以政府在做事情必須要有眼見 你看我們前瞻基礎建設 基礎全雷達 為什麼 因為我們認為捷運 是便捷安全又環保的 大眾運輸系統 為什麼台北有 高雄也有了 連桃園都有 我們台中不能有 這點我覺得我們交通局 未來也是要更積極去爭取 軌道運輸 應該包括雙港輕軌捷運 要進入到大屯區 甚至延伸到中章投苗 這個部分 捷運我去看的車廂 也都起早交這個 18列車都到了 工程進度也已經超前了 這方面我想都是相關重要 時間的關係 其他交通建設 我們也在賀成旦部長來 爭取到舊山縣赴死 這個是台灣會成為 最最最重要的一條 觀光鐵道 那麼也爭取到大車站計畫 補助12億 這個是台灣我想最大規模的TOD 諸多 這個陸平計畫我也特別肯定一下 連續兩年獲得內政部評比全國第一 這個不簡單 這個原來我上任的時候 這個也是三大名院 應該十大名院裡面 列前三名的 那現在治安不是問題了 交通也在改善 路平這個部分 要落實三級平管 文心路的路平更是重中之重 這我剛剛講的為什麼文心路要做 就配合捷運通車之後 這個四通八達的路線 要來行程 好 那麼接下來 我想 剛好我們這個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周德陽院長來到現場 我們再次掌聲歡迎他 周院長感謝你開刀 我知道你特別看來 我剛才要開始這個報告 因為周院長是神經外科的大家長 在這個領域 受到全台灣甚至全世界的推崇 也被推薦為百大名醫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政府要向民間學習 因為民間 面對到的是一個市場競爭 品質是 我想是最最最最重要服務的保證 好 那接下來我就 我想後面有一些 提案討論 那個還好 我們就集中在專案報告 因為當然還要進議會 那請加速 現在交給研考會請 專案報告 專題名稱為市政府務再升級 達正1999308 請研考會劉主任委員報告 市長各位長官各位同仁各位先進 大家早安大家好 非常榮幸 有這個機會來代表研考會 來報告我們今年 在遠見服務業大調查裡面 辯明專線類 再次得到肯定的這個結果 與過程 好 那我們今天剛剛市長也有講 我們有邀請到這個 我們研考會 在1999化物中心的 在第一線的統領 等一下他們也會現身說法 另外那個我們 林林三副市長說 我們這次不是只有台中市政府 是三中 是台中市政府 中油百貨跟中國醫藥大學 三中 得到這個 這個殊榮 那也是蠻難得 所以等一下也會請 這兩個單位的先進 再跟我們來指導跟分享 好 那這個也非常感謝 這個那一天就是上個月的月底 我們林林三副市長代表 市長 前區領獎這樣子 那 這個獎益 對我們來說 不敢講是絕後 但絕對是空前 就是說 在這個 遠見有這個調查以來 還沒有一個 縣市政府的辯明專線 可以連續三年 得到這樣的肯定 所以 這個確實是 蠻難得的 那根據 遠見的這個分析 他們 他們是怎麼做調查 他們是用神秘課的方式 他大概有半年的時間 你也不曉得他什麼時候打來誰打來 他去做 打到各縣市的辯明專線 然後看這個 根據他們設定的題目 跟 跟這些調查 來看結果怎麼樣 那根據他們的 最後的報告是說 台中市政府 199勝出的關鍵是在於 我們華武人員非常的有 耐心 有同理心 然後能夠很 很真切的來 聽市 打電話市民的這個心聲 然後做最好的 服務跟反應 那所以在他們的評比裡面 給我們一個 最高分的這樣的一個肯定 那以下呢 我們想說 大概因為好奇說 那我們 過去這一年又做什麼事情 為什麼可以得到 這個肯定 那以下就分三個 類別 來跟大家來做一個報告 第一個我想我是說 我們有一個快速的反應機制 其實 那個在平時 我們就很提醒同仁 因為市長講 1999就是 這個台中市政府的雷達 重要的雷達之一 因為有什麼狀況的話 大家市民會打電話進來 所以比如說像我們有連續假期的時候 我都會提醒他們說 看看有沒有什麼交通的大塞車 或是哪裡說 哪裡很髒 沒有清理 等等 請他們反應 那又如這個 譬如說空污的問題 譬如說前一陣子有這個海線的反應說 好像哪裡很臭 陸續有人打電話進來 這個我們就跟環保局 就有很快的聯繫 請他們來做處理 等等的就是我們一個這個 快速的這個反應 寫入這個通知局數 那讓市民覺得說 我們反應很快 把問題馬上來做一個解決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自己滿意度的精進 就是說我們就是會化被動為主動 來主動告訴民眾 這個 你的這個拜託的案件現在進行的 進度怎麼樣 另外呢我們也會這個 簡化我們的簡訊的通知 那減少了一些誤解 那另外我們會通知這個民眾 就是說他可以 接受我們的這個滿意度調查 看他覺得這次的服務覺得怎麼樣 那如果不滿意的 我們還會主動打電話說 你為什麼這是不滿意啊 來做一些 看能不能再怎麼樣再改進 所以我們的這個 派工的結案滿意度 就由過去的百分之七十八 提升到百分之八十四 那另外我們在這個資料開放上 就是說我們所有的派工的通報系統 就在我們的市府的open data 專業上都找得到 對於相簿說什麼事情 比如說到爐上派去 到爐下車或軟停 都可以在這個open data上看到是誰痛 不是說誰 就是哪一項什麼時間地點 都可以看得到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這個同仁的這一些狀況 也都是公開的 他們的這個離職率滿意度 拍工的結案度等等 這都很公開 就是說 所以這個 一九九五花火中心 也透過這個公開 讓自己也感受到一點這個 外面的監督的壓力 因為這個數字如果有一些變不好 那他們自己壓力也會很大 那以下就是在跟大家報告一下 過去這三年的一些狀況的演變 第一個就是說 總進限量 市長剛上任的時候 平均一年 平均一個月 對不起 可以進限量 可以達到十四萬通左右 那到今年已經降到這個 七萬兩千多通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幾乎是一個 百分之五十這個下降 那這個下降當然跟這個 這個 智慧型手機 這個APP等的盛行 有關的 就是隨著科技眼鏡 可能不太需要再用大電話 來做一些詢問 那當然還有一些 比如說我們把這個 一些屬於110的部分 分回去給警察局 因為這個農民 這樣直接處理比較快 民眾本來110就很熟了 那所以這個 進限量的這個下降是有其原因 不過這個背後也代表就是說 民怨的減少了 除了這些科技的因素 分工的因素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了 這個民怨 從派工量來看 也是也是減少的 剛進來的時候 還要到九千 一個月大概還有九千三百多通 那現在已經降到五千 一百五十五通 那這個派工量的減少 也代表就是說 民怨的減少 所以有議員在說 你們這個 量已經少很多了 為什麼還要請那麼多人 可是我覺得是說 我們現在重點是從 這個 值來精進 而不是從量來看這個問題 因為 你這些華為人 如果他有充裕的時間 他可以 在服務場做得更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不一樣 那另外這個陳情量 也維持一定的量 這也是為什麼華為人 還不能 那個大量減少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你看 第一年來之後 一個月還有六千七百五十七通 現在也還有六千六百四十 所以這個是很穩定的 所以我們這個還沒有辦法 這個做很快的這個 所謂的調整的這個問題 那大家會說 那個陳情跟派工有什麼不一樣 派工就是說 這個 針對各局處 有那種很 二十三類很緊急的 譬如我馬上要去修的 馬上要去處理的 這一種 那陳情就是說 這個一般可能有一些檢舉 或是對市政有什麼建言 這種 這個跟大家做一個 這個說明 那另外我們在這個結案率 也是有大幅的提升 就是剛進來的時候 是百分之八八點一八 那現在已經提升到九十六點六七 那各項指標請大家參與參考一下 滿意度 花物滿意度本來就是一定的水準 已經高到我都已經大概就是這樣子了 那服務水準也顯著提高 那意思就是說 在二十秒內被接聽的這個比例 那掛斷率也是有下降 就是說四點二五變成二點二七 那黎智鈺剛剛市長有講 就從六點五七降到 第一年的六點五七降到現在的一點八八 我想這個是 感謝市長的遠見 他那時候就堅持就是說 就是要自聘 其他的選項都不要談了 那果然過去這兩年我們改成自聘之後 這個效果非常顯著 那其他在派工結案的滿意度跟口頭讚美 這也都是有大幅的來增加 好 那我們後 後續我們就還是會持續 強化這個跨機關的橫向的聯繫 我想這個199的業務性質 就是會跟所有的局數區公所都會發生這個關係 那有三大類 第一個就是說 綜合性的 我們本來就有一個這個LINE的群組 那本來是各局數的組民 現在連各區公所的組民也都加進來了 所以如果有一些比較重大緊急或難以處理的 可能有時候會利用這個平台來警局 要通報各局處跟各區公所 那另外呢 消防局有成立一個台中市的危機監況小組 這個也有把1999的納進來 所以這個橫向的聯繫是沒有問題 那第三個就是說公用事業 像我們金發局在主導什麼哪裡又挖那個什麼停水 或是哪裡什麼管線又挖到這個怎麼樣 所以這邊也有公共事業的災害群 這個也有把1999加進去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1999是這個20小時全年無休 所以他不能斷 那不能斷怎麼辦呢 如果萬一停電怎麼樣 所以又有一個緊急應變跟備員的這個機制 所以我們過去這一年就把我們的這個 跟金發局合作 這個監製這個緊急發電機 那確保這個整個萬一有什麼狀況的時候 電話還是可以接都還可以運作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我們非常重視這個大數據的分析 就是我們一個理念就是說市民這麼多抱怨 累積了這麼多的陳情跟派工 那是不是反過來我們就是去分析這一些 累積起來的data 然後事先把這問題的源頭找出來 那再給各局出來參考 提前的因應不要等他打電話線 我們一開始就反過來從源頭去解決 所以就針對交通生活品質 大家在螢幕上看到這些議題都已經陸陸續續 做過大數據的分析 那也做過公開的報告提供給局處來參考 那我們也會續辦一日接現生 就是由市長帶頭在第一年上任的時候 他自己就去接電話了 那再來就局處處長加入 那過去這兩年呢 還有一些檢認的 各局處檢認的同仁也會加入 那明年我這個已經前請市長核准 就是把科長也納進來 就是說科長去接一下這個 一天 早一天去199自己接電話 感受一下這個民眾的這個陳情或抱怨 那這個目的就是要讓我們在比較上位的領導階層 能夠親自感受到這個民眾的壓力 也能比較能夠體會 我們依舊覺得花火人員的辛苦 那以後再接到199轉來的服務案件的時候 太多抱怨了 以為就是說這個很簡單 其實這真的不簡單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過去這一整年 也其實就在做很大的一些翻新 就是我們整個人民沈寧系統 都在做一個軟硬體的調整 那這個已經都快告一段了 明年1月1號就等一下就來正式的這個上限 那所以剛剛講的 人民沈寧系統 化物系統 派工系統 還有我們自己的硬達的知識庫 大數據平台等等 我們都有做了一些相當的在更新提升 那這個就是剛剛講的這個人民沈寧系統提升 以後就是三合一了 就是市長信箱1999的派工系統 還有機關的這個意見信箱 通通會整合在一個平台上面 你也不用下載APP 你用手機也可以 電腦也可以 都可以直接上這個平台去做一個 你要做申訴或詢問或是抱怨都可以 那這個甚至你要用像LINE的方式 傳圖片 用文字來做即時的這個傳達都OK的 所以這個這個在明年也就是不到兩個禮拜 明年的1月1號就會正式來上限 好那報告一下就是說中長 短中長期的我們的一些作為 那在105年我們已經完成了這個花物人員的製品案 那也建立了相關的規範 那在這個今年我們也成立了這個花物組 來專責管理這個1999的花物中心 因為過去啊 是客難的用像各大局處 調兵錢這樣有任務的編組 那今年就由研考會自己來成立花物組來做這個管理的 那那我們當然也把陸續改變這個花物中心的一個工作的環境 那改版等等的 希望能夠讓這個整個系統 還有我們的花物人員能夠在一個比較OK的環境來幫大家服務 那長程的就是說我們希望就是說這個1999現在是在一個市場的樓上 那其實那個地方並不是很其實有點客難 那我們希望說以後能夠跟事務即將成立的智慧應變去交控中心 那可以跟消防局交通局等一些局所能夠來和屬一起來上班 讓大家的這個訊息能夠集中化的管理 那這個都已經在規劃中了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我們的滿意度啊 然後資訊的分享等等 能夠再繼續的來加強 那簡單說服務的品質 這是一個漫長的道路 那在服務業一個名言就是說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那我們這樣秉持這個專業的這樣的一個核心 那來傾聽市民的需求 用心來瞭解 那我們希望我們這個滿意度啊 能夠不斷的再緊緊 那以上就是這個添管會今天的報告 謝謝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接下來請我們兩位邀請 來分享經驗也是服務業的冠軍 那看是不是我們張光輝董事長先 好 這就好 好 市長還有副市長還有各位主管大家早安 好 今天非常高興有機會來參與這樣的行政會議 來做一個新的這個報告 當然在這裡我還是要祝賀這個我們四五團隊的1999的副團團隊 連續三年第一名的確是相當不容易 那我們中文百貨在這14年的那個遠見雜誌的這樣的他們的評比當中 我們得夠兩次的第二名一次第三名一次第十名 但是從沒有得夠第一名 今年是第一次 其實我們中文百貨從開幕我們跟日本送物技術 日本的送物百貨技術而做 我們就相當重視服務的一個品質 但是因為台灣百貨它是一個專櫃式的經營 我們有將近一千五百位的這樣的低線的營業人員 是來自於將近六百家不同廠商的一個企業文化 所以我們這個服務的品質的穩定度 其實是比較難難以掌握 但是我們知道我們百貨的經營服務的品質是非常的關鍵 它理由有第一個 因為那個專櫃式的這個經營 它同質性蠻高的 服務品質它是一個差異化的一些關鍵 第二個我們也知道 其實顧客的一個抱怨 那傳播的速度相當快 它據專家學者講 它是一個人可以傳播到十六到二十位左右 所以如果長期而言 對於百貨公司的形象會差別很大 第三個我們鼓勵那個主客來消費 來電 比培養一個新顧客 它的成本會低很多 所以主顧客是我們的一個關鍵 同時我們也了解我們百貨服務的有一些特性 第一個它不能公過相抵 你的十字的優質服務 抵不上一次的一個趨勢 它還是掉頭就走 會這樣子 第二個 那個服務它是一個感受性的 它不是行事性的 你培養一個90度的急功 抵不上一個親切的微笑 所以我們認為 內在服務的那個文化的建構就滿重要的 第三個我們認為它是一個整體性的 也不是一個局部性的 就是說低線的人員 它那個服務得相當的好 但是你一旦如果親切人員 警衛人員 宅配人 送貨人員 有一些缺失 還是讓它整個購物的行為會 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一直是要求全員公關 全員心交全員服務 這樣子 第四個我們認為它是一個 服務這樣的一個訊息 它是一個長期性 不是間斷性的 就是說它不能年初做一做 其實年底就會往下降 所以對我們的服務品質的維持就 有一點難度 其實我們一直會認為 有一些觀念跟做法 第一個我們把服務的理念跟文化 會簡化成一些宣言 就是簡單很明確簡單 直接一懂的這樣的一個字句 就是服務 我們會跟我們同學講 是服務是重新做起 我們講的時候 我剛剛講全員公關 全員的行銷 全員的服務 還有微笑也是一種功德 之類的這樣的話語 我們把這樣的話語 我們在各級的那個 百貨的運用的過程裡面 把它融入到裡面 其實我們每個專業 每天都要寫一些營業日誌 在日誌裡面 我們每個月都有一個 服務的一個主題 然後他們也必須要寫他們 他們的那個 每天裡面有相當的一個心得 那我們在每一天的那個 開門之前 各個樓層裡面 它有半小時的這樣的成會 我們在成會裡面 也會開始練習 鞠躬15度 30度 45度 是每天都要做的 包括那個五大的用語 是每一天都要練的 這是我們把它形成就是一個內化 會這樣子 包括我們的營氣會 幹部業會 對於服務的這樣的一個觀念 我們都必須去落實它 第三個當然我們會把考級 跟你的服務的極效會結合在一起 你不結合在一起 主管就不會重視 這是我們必須要做的 第四個我們就是定級的一個教育訓練 其實我們 我也當總經理的時候 我曾經就是會在我們那個刷卡處 面對我們的同仁上班 我們跟他 跟一級的主管 我們都會跟他心理 然後大家早安 然後祝你工作愉快 因為 可能我們的中國想法 你說 你是光說不練 你跟他說 要求我 你自己不做 所以我們也必須要做相當一些 不同的一些活動 做一個定期的 以這樣的一個狀況裡面 我們在一個所謂的規章制度跟組織裡面 我們也有做一個幾項的一個做法 第一個我們會成立顧客服務處 顧客服務處除了處理客數之外 它是因為從顧客的角度來審視 我們白公公司的經營 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適當 它會從這個角度來看 第二個我們是會在每一個 這個組織裡面 包括前傾的 包括總務課 包括行政課 包括警衛 包括商管課 包括設備維護課 他們都必須要設備 要有一個推薦一個 所謂的服務委員 這服務委員是專者的 檢視他們單位裡面 他們的服務做得好不好 當然第三個我們就有一個 所謂的那個 SOP 就像仿是ISO一樣 縮作寫 是不是有照這樣的服務 服務的人來做 那第二項裡面 我們也有一個 所謂的服務的檢核 這樣的一個系統 簡單一個系統 第一個就是 我們會把這個 比如課速的回饋系統 當我們接受到顧客的課速的時候 我們必須有三項 一個是我們必須追蹤顧客 我們除了跟顧客 看他處理方式賠禮之外 後續廠商的作為到底是什麼樣子 然後後面還在追蹤 會不會再來電 來電那個比例到底有多高 第二個就是 這個換錯的專櫃通人 我們還是要 必須要再教育 他也要跟交通委員會一樣 必須要去上課 第三個就是 我還是當總領 必須要簽 這是我們直接要一封信訊 給那個 他們的母公司的總經營 跟他講說我們怎麼 來維護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服務的品質的穩定 大家一起來共同 所以我們會建構 這樣的一個拼合系統 當然我們也會把那個拼合的標準 會建立起來 因為沒有一個拼合的標準的話 他就會很難會有一些 我們自己會成立一個神秘客 我們也會邀請我們自己內部 化妝成顧客 然後說 剛剛市長就是凹在裡面 來自我檢核 這樣的一個方式 第三個我們有一個整合 一個系統 其實服務的東西它也不斷在變化 我們必須學習外在服務的一些資訊 比如說 那個冬天的時候 我們外面有一個熱火爐 或是有時候排隊的顧客 我們要準備薑茶之類的 這也是從其他的顧客裡面 其他的同業裡面 他們的優點 我們來做這樣的一個吸收 當然 還有一項就是我們對於成效的 還不斷去檢討 到底有沒有這樣的效果 其實我們大概一個架構 都是這樣子 那我們這次很榮幸 有得到這樣的一個第一名 對我們也是一個鼓勵 其實我們會更認為 我們今年非常難得 我們中國醫藥線的這個服務品 跟我們1999的服務 台中有三個不同類別的得到第一名 這是可以講 我看未來可能空前傑後 未來要這樣的機會不大 因為我們也不敢講 你做得再好就不想 都曉得他這個神秘客是檢查中的地方 我們明年會再得第一 不過 所以我們會透過 我們中央百貨有40萬的這樣的一個 中央家租卡的那個顧客 我們會把包括市府的得獎 包括中國醫藥選擇 我們一定要把它宣揚出去 這個也符合我們市長一直在提出的 台中市是一個友善宜居的一個城市 當然我們更期待 就是我們三家是一起來 讓更多人知道 台中市就是這樣的一個 有這麼好的品質 也會讓其他的企業單位 一起來這樣作為合作 說不定我們因為這樣的一個良心循環 會讓整個台市 你們大家會重視一個這樣服務的品質 當然我們會更加努力 我們一起努力讓台中真的是成為 市長所謂的那個友善跟宜居的城市 以上報告謝謝大家 這個真的是無價之寶 這個分享的經驗 這個剛剛提到針對這一次得獎 我想我們新聞局或相關的同仁 確實可以一起來傳播一下 讓更多的人知道 這個對我想整個台中市的形象有時候提升 那也會帶動更多的人 這個做好服務 這個政府就是最大的服務業 剛剛 張董事長的話 我們的局長 你要記下來 我再給你扛一扛 這是實戰的 這比你說什麼 上代都EMB的班都很有露營 我們局長 這真的是第一線在作戰 百貨業的競爭激烈程度 超乎大家的想像 業績好壞 數字的敏感性 我告訴你 真的是KPI很清楚 不然像我們一般 這真的是超級戰場 就在台中 大家都知道 百貨業界最激烈競爭的 我們台中 現在前部後繼 他一大堆要加入 這個必須 必須我們一句話 就是以前要害個人 就請他選議員 那現在就要害人 請他開百貨公司 真的真的很精采 好 我們接下來 再請我們的周院長 真的很感謝很感動 特別再來 市長 副市長 各位局長 大家早安 早 謝謝這個機會 來這邊 跟大家分享 我們中國醫藥大學 服務的一些理念 跟我們的做法 那我非常羨慕 也非常恭喜 那個市府的199 可以拿到連續三年 我覺得這個非常不簡單 等一下 等一下我報告的時候 都知道為什麼不簡單 那再來是 我也很恭喜 那個中油保護公司 我們鄰居 也做得非常好 同時破獎 那我們 我再介紹我們自己 那 下一個 是我的大綱 我想 非常簡單的介紹 中國醫藥大學 目前是 在台灣 中南部應該是最大的醫院 所以最大就是說 他至少床位是最多 病人也最多 到目前為止 有15家醫院診所 那 明年新竹開幕以後 大概就變成5000 5000多床 接近6000床 員工大概1萬人 那這麼多的龐大的體系 如果要做神秘課 來抽查 非常困難 我覺得非常非常困難 那為什麼困難呢 因為 病人到醫院來 他就是不高興嘛 就是一定他生病 那要讓他覺得他滿意 比一般人 健康人來講 他的 希望我們去餐廳 還比較好應付 那如果在 病 病人來這邊 第一個要把他醫好 第二個 他這個服務的過程 還滿意 醫好又滿意 這一點雙重 有他的挑戰 那我們醫學中心做的事情 該做我們都做 那最近我們也引進了 很多的 新的想法 那在服務上面 就是我們最近要做虛擬醫院 還有智慧雲端的醫院 那剛才也是說 AIN大數據 我們還有一些衍生的企業 精準資料等等 這專業 我們就不在這邊談 那下一個 那我們要重新再定義服務的定義 在2012年 我是剛才為什麼很不容易 你看我們中國的大學 真的比不上市府 市府連續三年 那2012年在很偶然的機會 那不曉得為什麼拿到第一名 那第一名 那個 我們那時候對眼見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概念 什麼叫眼見服務講大調查 什麼時候要調查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第一名就對了 那 這很不幸 第一名以後 那長官的壓力就來了 那你為什麼第二年沒有 第三年沒有 早就不要得了 那不行了 那就是 那我們當然是有知道要怎麼去拿 其實我們不是為了真正在得那第一名 就是說一定是 要做就要做最好 跟市府一樣 那為什麼沒辦法得到 那我們做一些很多的內部的優化改革 可是還是不容易 所以這個講是很不容易拿 那最後才知道說 其實我們軟硬體雖然說已經改了 最重要是新 剛才張董事長有講新 應該是每個人都是從新出發 這才有可能 這講得非常簡單 要一萬多個員工 怎麼誰誰 從心裡面出發 那要一致性 很困難 那曾經有一次 就是因為請他們來上課 結果被投訴 投到勞保局去 這個勞動局去說是 我們是在做思想 什麼 什麼文化大革命 這樣改造 完蛋了 這個 這個也不行 這個 這個要請他們來上課也不行 好 好 那我們就繼續 那我們最後還是想還是 醫療還是以病人為中心 那就共好共享力 他的文化組織 組織文化 那這幾年 從 從第一名到最後全部都沒有名次 我想 連第三名第四名都沒有 那 那就是我們做一些硬體軟體 一些重新的再改 那第一個友善服務就是說 我們其實我們要發展醫院的文化 我們醫院在三十幾年 自己的文化 其實還有在改進的地方 因為尤其我們來自各 我們的人都來自像聯合國一樣 我們不管是醫師或是人才 都來自各地方 要統一一個文化是很困難的 那我們從友善服務 智慧醫院 幸福職場 那包括我們的社會企業責任 從從裡面這裡面做 那當然有硬體的改變 軟體的改變 硬體就包括智慧醫院 我們把病人能夠到我們醫院來 這種最短的時間得到他所需要的 那我們就用我們的智慧醫院得到金獎 那得過好幾次的金獎 這智慧醫院都是我們自己做的 軟體都是我們自己寫的 那幸福職場 我們發覺說沒有幸福的員工 結果沒有所謂的友善服務 能夠做得很到位 所以我們對員工把它當作是自己的人 所以當員工很快樂在這裡的時候 那他才能表現從內心表現 他的友善服務的精髓 所以要有幸福的員工 再來就是 在很多的醫療 醫療很多反覆的過程 那這個反覆的過程 我們 我們要發展就是說 病人來這裡看病 不是說只有來這裡看 他回去以後 我們要關心他的 以後的 他的健康管理 所以我們發展很多的 就義流程的 所以我們 我們在這APP裡面 大家最認為 做得最好的 可能就是 一個是衛教的推播 一個就是 他看到幾號 real time 馬上可以知道他看到幾號 所以他不用在我們這裡等 尤其中國real time 那個 因為現隱環境的關係 病人大概一天可以到接近一萬人 然後這個很短時間來 短時間要趕快讓他回去 那讓他知道幾號再來 再來等 不要說 我們這邊可以推播到說 10分鐘前告訴病人說 你已經來了 已經可以來了 那你在那邊旁邊喝咖啡都可以 那時間到了你來看病 就馬上就是你 那減少病人的等待 就可以減少很多的抱怨 再來就是 氣味社會的責任 這個氣味社會的責任 當然醫療是很容易做企業社會 可是我們 在偏鄉也服務的20年 就是 如果有雖然是不是台中市 可是如果台中市和平鄉的話 我們也很願意過去 那是新一鄉 新一鄉 我們做20年 那也發了很多的能力物力在這個地方 我們一做就做20年 那這20年也 去年也得到眼見雜誌的 也是眼見雜誌 是不是企業者能講 那下一個 那等等等等 其實我們在做不斷的進化 剛才也講說沒有最好是更好 那我們從從病人的申訴抱怨裡面 得到我們應該要 兩個地方要改進的地方 那我們成立小組 就在每位有三五五成一個特種小組 那這小組就是我們院長 副院長還有我們主管 幾乎是常常在討論 討論的事情 從內部外部教育 當然講就是說 兩年有一千三千多人 這些人 後來就是 本來是規定誰要成家 後來就不要了 你們是要來就自己來 那就不會被打東西 再去關切 那還有一點我們是 我們在每一季都會在 在校園級的會議上面表揚 我們做最好的人員 這個是我們自己會調查 我們自己有一個調查的小組 但是我們調查的小組 都是有受過訓練的 事實上就是等於是模擬測驗 簡單講就是一個模擬測驗 所以跟眼見雜誌的模擬差不多 那這幾項以後 感覺大家還是慢慢進入狀況 那再來就是我們 最後就是我們剛才提到說 我們要有員工自己覺得他願意去做 有幸福的感覺 所以我們在員工的很多的意見 比如說我們有一個批道量表 那我們有設計員工的 完全是員工的中心 這個員工的休閒中心 那個中心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餐廳也做一個 做一個請那個台中最出名的設計家 把我們設計的綠色餐廳 還有說我們一個健康促進中心 剛開始的時候健康促進中要刷卡 那有些員工 包括我們實習醫師 也算是我們員工 他就說你們為什麼要刷卡 就提出說你為什麼要刷卡 去喝茶什麼 我覺得是我們只是說讓 不要非員工的人進入而已 請你們放心 所以這樣子的話 經過這幾個一些對員工的示好 包括我們很多的員工的 每年我們花他兩千萬以上的 的費用 差不多員工的見解 這個見解是高階見解 就是2萬塊3萬塊以上的 還有員工的福利 包括的等等等等 我們就不在這邊說 那這樣子以後 很多員工了解說 醫院對他的善意 他認為在醫院工作是很幸福的 那再下一個 那我們再來也是 結合 因為蔡總製長他立他的精神 所以我們自己 自己來 自己成立社會企業的志工隊 企業志工隊的話 那就是加入台積電的 的愛護點 還有說我們社會的企業團體 叫老屋老基金會 那到我們偏鄉去 這些去那邊 我們 不是只有在這邊服務我們的病人 我們到 我們的偏鄉的地方 接他們來看病 幫他們洗澡 幫他們 幫他們 接水電 等等 這個我們一做就做20年 這只是做 以前都是靠一些 一般的志工 我們是自己的企業志工過去 那目前企業志工 目前有300多位 那我 我是 我是社長企業志工隊長 然後 那我副院長是 我是榮毅隊長 副院長是隊長 那這樣一做得做20年 那這為什麼說 演進來之後 後來有問我們說 你 他認為說 你們做20年 不容易 一個事情做20年 那真的是有心在做 所以就幫我們在這個 企業社會責任講 再等下一個 那當然我剛才講到 我們其他的很多東西 像 未來發展虛擬醫院 那我們最近醫院在做的是什麼 我們醫院在24小時 我們最近要 已經成立24小時 就是說你 有什麼健康的問題 只要打電話過來 我們就會幫 這服務是免費的 那就是 又是健康管理 不是只有申訴抱怨 健康管理 所以我們有幾個健康管理師 就是病人回去以後 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找我們 那這個是 這是在得獎之前 沒有做的 我們最近有在做 這是我們新的 下一個 那整個友善服務 這 我覺得是我們慢慢有上做到位的 那 除了眼鏡雜誌以外 我們今年兩 七五年跟今年 我們也聯繫獲得 工商時報的台灣服務大調查金獎 這也是說 也是類似眼鏡雜誌的 另外一種 社會的 調查 那 我們醫院的最近兩年 也得到 Smart Hospital 的金獎 這個就是 還有一些特別獎 剛剛講過 App 等等 那 那 當然 我們農姓也得到 台中市的新聞職場的獎 謝謝 那 未來 我們要做什麼 未來 就服務就是孩子做得最好 那 只能 積極努力 那 病人所想的事情 我們應該要想到 那 還有 有一些 我們發明 悉民醫院 可能是未來醫院的趨勢 那 那等於說病人就是我們朋友 我們現在 不只要來掛號才是我們病人 可能他一輩子都是我們病人 那就照個人化醫療 那利用大書記等等 那 以上大概簡單 講 那一點 一兩個 一些 影片 稍微講一下 好 謝謝周院長 那 剛剛 張董事長有提到 我們這個 山中 一起來宣傳 市府 大概我們 單單以LINE來講 上百萬 多少 現在 的對象 剛剛有提到 那個 中友跟中國一大 就一併來做宣傳 讓 也能夠擴大報導一下 好 那 因為時間關係 我待會要進議會 我們後面就影片就先暫停 那 我們來請兩位 化物人員現身說法 一個是一線的 尤其是大業班 那另外一位是 督導工作 來先請佳俊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佳俊 很高興 這一次可以代表1999來分享就是獲獎的心得 那今年能夠再度獲得遠見雜誌辦理的服務業類大調查1999並名專線類第一名的肯定 首先我們要先謝謝市長跟主委一直以來高度的重視以及給我們的支持跟鼓勵 我在1999已經是第六年了 那今年非常謝謝就是洪組長的帶領 那1999的高品質服務不僅是化物中心同仁持續的努力之外 還包含了各個局處單位給予的支持跟肯定 因為有你們提供我們準確的活動消息 還有各個活動的緊急聯絡窗口24小時跟我們一同並肩作戰者 那因為這樣的訊息可以讓民眾得到準確的消息 然後也可以讓民眾得到最完整的服務 所以得獎是整個市府團隊給我們堅強的後盾 我們秉持著不以GD名而自詩 而是以不斷精進的態度持續提升化物品質為目標 正如市長所說的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市長常說1999就是市府的雷達可以幫市府了解民眾的聲音 而我覺得我們是政府的耳朵 作為一個聽民眾說故事的人 那這些故事裡有開心的有不開心的也有不知所云的 耐心並傾聽民眾的問題 將民眾的問題轉變成為文字 曾給業務單位去做辦理 未來期許藉由大數據分析1999的反應按鍵 能夠更有效率的提高我們的服務效率 然後也可以提高1999的服務滿意度 還有市府的整體服務滿意度 讓民眾相信透過1999反應的按鍵 都能夠被市府重視是我們一直以來服務 就是努力的目標 獲得遠見首獎看41999第一名 實際上是整個市府團隊優秀的行政效率 還有完美的團隊合作達到的結果 謝謝市長的帶領 也謝謝在座各機關的支持 然後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佳俊 聽到這麼甜的聲音 我想打電話的人應該 本來氣通通的也可能 稍微先冷卻下來 這個溫度是很重要的 好 那接下來請品惠 大家好 我是1999化物中心二縣督島江品惠 那我已經在1999任職8年5個月了 那我身為在1999的議員 每天可以服務市民 解決市民的疑難雜症 我覺得非常的驕傲 那今年再一次獲得遠見的肯定 我們也覺得有莫大的殊榮 那今年得獎的消息也比較晚公布 其實我們大家內心都非常的煎熬 焦急跟緊張 然後我們就開始自省了 是不是我們做得不夠好 還是我們沒有達到標準 很擔心辜負了市長還有各個長官 對1999的期待 那我們11月中的時候得到了 我們又得首獎了 那這個時候我心中的大石筒 才終於放下來 情緒一下子上來 那個時候我真的是熱淚盈眶 感動的說不出話來了 那這一年的努力再次被肯定 那其實1999對我來說 這不只是一個工作而已 它更是一個使命感 那今年三連霸的成果是 同仁們團結 互相提醒 持續精進服務品質 那最重要的是 大家都有一個樂於助人的心 希望將市民的問題即時的解決 更希望民眾進行1999的時候 有一種溫檔的感覺 那感謝市長一直很重視跟關心1999 以及主委、副座、會內長官 對化物業務的獨導跟提點 讓我們更知道這個方向去努力 這也是1999再次得獎的原因 那另外也感謝長官還有聘任這個專業的人士 提供排解1999化物人員內心心理壓力的課程 讓我們人員們紓解情緒壓力 那我們就會進而修養 也改善了我們的服務心態 那1999與市府各承辦單位 是一個互相合作的大團隊 市民的滿意度提升是整個市府努力的成果 每一次得獎都是對我們的一大肯定 我們一定會持續保持優良、熱誠的服務 繼續服務台中市市民 那最後我最感謝的是還有我們1999的全體同仁 他們非常的認真還有努力 然後這一年大家都辛苦了 希望1999可以越來越好 也獲得市民更多的肯定跟支持 謝謝 好 謝謝 好 沒有時間讓大家好好分享 他在等我們 我們要先服務好議會 這種預算才會過 大家最近那麼緊張的 有請不請那麼吃屁的 這次這個社蘭初審委員會 現在進入到二度 我還是請同仁發揮 就是說我們還是要服務好議會 這個精神 向大家來學習 好 那麼我先講一下說 一些觀念就是說 當然服務要做好非常多的 這個管理學大師 一堆理論 他這個實務經驗是非常重要 那最重要是環境變遷 這是一個民主化 而且資訊非常的發達 尤其是這一些網際網路 或未來的物聯網 所以他其實已經改變了 政府治理的邏輯 就像現在的企業 面對的環境 你必須要做好創新服務 其實那個還帶動一個生產製造 這個已經非常清楚就是說 這個資訊這麼多 然後複雜又快速 然後我們的這個政府的治理 沒有辦法單向 由上而下 而是變成由下而上 我們沒有辦法由內而外 要由外而內 所以每一個人心態的改變是非常重要 那改變完之後 其實 有時候就是你在同樣做一件事情 怎麼把它做得好 這個不但是讓人滿意 你自己也覺得華益 已經到這個地步了 因為現在就是透明化的 這個政府 大家是可以說 必須要面對到這種 時代的改變 好 那麼 企業的經驗 我們要來學習 我是覺得 甚至我們的客服的這一些 稍微 就有不同分級的 一些訓練課程 或者是參與一些 就是對他們來講可以成長 的一些計畫 這個也算進去 工作薪資裡面 讓他外加的 我覺得這群 法務人員 其實可以形成 改變台中市政府的力量 我是覺得這個是驅動了 我們整個政府的組織變革 因為你在第一線 面對到問題怎麼解決 當然必須要有後方 整個市府各局處 或區裡等的配合 這個是 我覺得這個是改變的開始 這是契機 不是說只是一個 這個問題而已 好 那麼因為 因為處理的是人 你當然要把事情根本解決了 你解決這個問題 他也就不會抱怨了 然後他會感覺更好 你講好話 他就最好的宣傳 不用費了 會說過 如果對你有意見 你還要做那麼多選團 花那麼多錢也不好 因為人是會說話 他說你一死人 那些量比你去做廣告更有用 這個 這個是 就是說 我講的所謂的雷達 你要去很快就接收到這個訊息 丟回來 我們的戰情勢 馬上研判這是什麼意思 你在回應 到底是 客機 還是敵人的戰鬥機 然後 這個 處理好之後 就是 非常重要 其實 我們第一線的化物人員就是溫度計 外面對我們的滿意度等等 你用什麼其他再多KPI 你比不上化物人員在第一線他的感受 和定期的應該來跟這些人 大家 參序一下 這個 座談一下 我覺得這個雙向的可以帶動我們 市府組織的變革 我是認為 關鍵是在這裡 好 那得獎固然重要 其實 這只是一個目標 我們自己不斷的提升的最重要 有時候有得 有時候沒得 說實在 現在競爭這麼激烈 也不要有壓力 三次已經證明我們服務品質 是 最高等級的 那 也不要給你們壓力 但是 說實在 對第一線工作人員 除了 很多送禮給我 我盡量希望送去 我們的局處 你如果記得送禮的時候 先送一份去這裡 人們就會感受得到 因為我們的同仁 我們都送 送的那些都像老頭雞 民理代表 那基材的我們送一下 那感動 比什麼更強 所以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用市長的這個 自己的可以動資的特別費 不是第二玉佩金 我去年因為他 連續得獎 我印象中應該是一千二 每一個人 我想今天 今年再加碼一下 至少兩千元 我本來就是要把這些錢 擁有很多地方 一些雷山 要裝暖氣 上次有一個問題 我們教育局 以前說什麼 這個都不能夠裝 因為全台灣 台中都沒有在裝暖氣的 說我過得好日子 我們平地可以裝冷氣 教室 那三地不能裝暖氣 你三地裝冷氣就沒有意義了 這就是規定是死的 但是沒辦法馬上買不錢 所以我就用 這個特製費 我馬上爭 機會來了 快做下去 大家也覺得 這個 我沒辦法去 我叫我們太太 就是上去 這個寒冬 送完 這是人的感受得對 我們其實存在的意義 所以 井上天花 有 人的 都盡量祝福 雪中送炭 才證明我們存在的意義 我們的 媳婦的團體要有一個認識 對人家解決問題 這多大的公典 雖然現在這兩個字 有點敏感 但是這也是 就是很好 事情 這個剛剛其實很多 我時間時間也不夠 我又說下去 我又變成林教授 研考會很好 我想予以肯定 要大家獎勵 那其他幾點我再歸納一下 用 這個 我們要提供單一窗口一站式的 這個服務器 背後有個團隊 那前鋒後衛 這必須要有效的支援 所以請局處長 就是真的要帶動自己 你們尤其很多的 這個業務單位 好 這樣更多 所以 我是希望能夠 落實到局處跟區區裡的改造 因為你們也是業務機關 也會面對到外面 那給第一線人最大的資源 做好這個資訊的通報 回應的機制 那真的 原考會在這方面 也可以來協助大家 最好就是自己去接線一下 局處長接了 然後現在這些檢論官 再來科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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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主管 那其實就是體驗 你知道接到電話你不知所云 不知道怎麼回答 因為交通局 公車路線改了也沒有告訴我 我怎麼回答 所以你在改變任何 我們局處的這些資訊的時候 你就要先告訴第一線的人 說我拜託 他是你的醫師父母 他今天解決我的問題 你感謝他們 他假日也在工種 24小時 我們的局處同仁輕鬆 對不對 那你派工就要快 我意思是說 要把這些人當作寶 那其實這些經驗 我們其實未來也是跟 各個縣市政府都可以分享 我想中央應該會重視 好 那麼再來就是說 你怎麼去把服務品質 給他特殊的提升 這些考核 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真正有效的是要解決問題 求來就打 把問題幹掉 你不要轉來轉去 上公文 大家這樣說 知乎野者 最好的就沒有解決問題 所以發物量會減少 除了一些環境的變遷 其實最重要的是你有沒有解決問題 同樣一個問題在這邊 這個地方會塞車也好 這個地方會有一個洞 哪個地方骯髒 英國也有這樣的問題 你就把它解決掉 用好好的 真的是化被動為主動 最好是用大數據 這些研考會都要幫助大家 各局處自己也要做 那效率是來自於真正的解決問題 其他當然 續航問也是很好的 那一些標竿性的學習 大家也互相的能夠去 大家下觀摩 大家一些研考會人士處定定來處理 那中央也有一些提升計畫 這個韓班政府服務要升方案 我們根據這個來針對 來相應調整 跟這個推動 在我們台東市的這個部分 那政府也有一些政府服務獎 明年又要辦這個 這個政府服務獎 這個等等 研考會 我想在評獎的基礎 給大家了解 各機關機器來提報 那我想這個 最後還是要形成一個組織文化 不要去應付 真的是問題導向來解決 那麼數位科技 其實還有這個一些海量資料的運用 還有教育訓練等等 我剛剛有提過 這個隨著數位治理局相關的推動 應該會更方便 因為這些政策工具越來越多 那整合是非常重要 未來就是 他不管從哪一個路口來 對我們市政府來講 我們就接收到了 就把它解決 因為現在通路越來越複雜 市長信箱 這個 這個 還有我臉書 還有這個1999 一堆 甚至我的群組 一堆 常常傳給你們 那 這個 最後這個 我想這些整合都很重要 而且資訊透明化 數據視覺化 然後等等 事實上還不止市府 我覺得一些外付機關 一些國營單位 管線單位 都要做的來改變 3D圖檔資料的建立 數位治理局 其實 很多單位都要 都要智慧化 我想 時間的關係 今天 我們的報告到這裡 我們要來改變 然後 我們下一次 裏面 你下一次 我們下一次 谢谢观看